1516 中午的UT MC 第十題 這題其實有一個拖板 X 是左邊的插孔 保險師就是這個位置 還有一個開關就是這裡 他要求問以下三個部分是正確的錯誤 首先我們需要記住 這是一般家中找到的一個插頭 插頭的左手邊 我們會看到一個L字 即是左邊的腳 這隻腳有一個N字 左邊的腳和左邊的腳 你可以想像用來插入右邊的洞 所以同學你要記一下 左邊的插腳和右邊的插孔 其實是用來活線用的 這個方法你會背了它 左插腳和右插孔 是活線用的 反過來 右插腳和左插孔 就是中線Nutral 我們可以翻譯一本書 通常如果有些插鬚 左插腳是出現啡色的 右插腳是藍色的 然後這個位置會用來插入活線的孔 這個地線很容易理解 所以我們可以看回 第一句X是活線的插孔 第一句是錯的 因為X是左邊的插孔 所以這個是錯的 第二句就是保險師和開關都會接駁在活線上 這句是對的 大家都知道它的作用 第三句就是 所有的插座都是以並聯的形式接駁的 我們就 這裡也看回 所有的保險師和開關都在這個圖 都是在活線上 然後其實我們家裡 一般來說 那個對牆的插孔 其實就是這樣的結構 我們就會發現 有一條活線 由電力公司的 放進我們家裡 然後分給全家裡 都是這樣 繞勻的 右邊插孔 都可以拿到活線的 任何一件電器 只要插進去的話 都可以在活線上去 就會拿到電 那這個情況 就好像我們平時的畫圖裡 平時我們的畫圖裡 如果這一條是活線的話 就好像我們的電器 就好像接駁了活線 接駁了中線 然後如果在另外一個插孔 剛才說過的另外一個插孔 又插住的話 其實就好像加多了一件電器 上去並聯 所以第三句也是正確 所以在二和三 都是正確的情況下 我們這題的答案 就應該是C